收到了亲子喜爱的台中南屯离心公园 110年完成了改建 那么建设局是将污水处理厂这个林壁的空间 转化成为邻居的全林化共荣公园 市府与水绿共生大地学堂水离心 荣获了2023亚太国际景观优选奖的肯定 让美乐地公园再升级 大朋友奋力攀爬这大西瓜造型的意志攀爬网 民众在树下野餐 这里是台中南屯区的离心公园 这座公园非常的特殊 它早期是黎明的一个水资中心 就是污水处理厂 后来功能结束之后 我们就想把它做一个蜕变 所以利用它的场域 还有它的一个废水处理槽 利用水的概念 加上我们一些共荣游具 所以我们把它创造一个 三层可攀爬式的一个大西瓜公园 那落成之后深获大家的喜爱 也获得到许多的奖项 离心公园在110年完成改建 建设局成功将早期的污水处理厂 林壁的限制空间 转化为邻居全灵化的共荣公园 实践前瞻水环境建设 以及台中美乐地两大计划主轴 国际景观建筑师协会亚太分会 日前公布台中市政府 以水率共生 大地学堂水离心 南屯离心公园 荣获2023亚太地区国际景观大奖 公园及开放空间类别优选奖肯定 那这一次呢 去参加了这个国际的一个竞赛 伊弗拉 那也获得到这个伊弗拉 这个重要的一个奖项 那这个是已经是第十座 在这边获得的奖项 那先前呢 他也获得到这个公共工程精致奖 有一些这个国家卓越建设奖 国内外的都非常多 那这个在全国的这个景观大赏 或者是在卫福部 他的一些这个评选的 这样的无障碍环境空间 那我们充分显现了 共荣公园这样的一个特质 一眼望去能看见水资源中心 制宏池无障碍荡秋千 以及权林化体建设施 丰富多元且共荣的公园 也成为亲子户外活动的好去处